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Karina,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要废除英语主科地位的建议 这位政协委员提出 要改革在义务教育阶段 由国家投资,全体学生必须学习英语的现状 英语等外语课程不再设为与语文和数学同等的主科 增加数字教育课程占比 不再将英语或者是外语设置为高考必考科目 禁止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参加非官方的各种外语考试 说实话,看到这个提议的时候 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惊 除了用震惊这个词来形容 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了 我没有想到在我们国家 大力倡导全体学生必须学习英文 不过才区区40年的历史 并且到目前为止 能流利使用英文的人 占总人口的比例 不过才区区的1%不到 这也没有取得多么宏伟的成就啊 怎么就会有人提出 不必费力学习英文这个建议了呢 我想提出这个建议的人 他自己本身肯定是在工作和生活中 不太使用英语的那类人 所以他可能体会不到英语 对于他自身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重要性 但是如果他明知道英语是一门很重要的技能 他还要提出这样的建议 那我只能理解为 嗯 此处顺略N个字 大家自己去感受吧 如果按照这位政协委员提出的 取消英语主科地位 或者是降低了英语 在高考中成绩的占比 是因为他觉得 英语对于很多人来说不重要 因此不必浪费国家资源 费力的让全体的学生都去学习 那我想问一下除了语文和数学之外 还有哪个科目比英语更重要呢 学校应该把原本英语教学的资源和时间 又分配给哪个科目呢 可能很多人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感受不到英语学习的重要性 但是当你从学校毕业走入社会之后 你才会真正的意识到 伴随你这一辈子 对你这一辈子的人生都有价值的科目 真的只有语文数学和英语了 真的毫无夸张 语文提高了你的阅读理解能力 和写作创作能力 语言表达了你 数学呢就教会了你逻辑和思辨的能力 而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英语 只是让你掌握了一把打开世界大门 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的钥匙 也许当你还是一个从未有离开过家乡 还没有进入过社会的学生的时候 你的认知水平是有限的 你可能觉得英语不重要 国门都很难出 平时生活也用不上 英语有什么可重要的呢 但是当你长大了走入社会之后才会发现 原来英语能力能限制你的各种发展 限制你认知这个世界的能力 甚至限制了你的人生和工作选择 在大学里面如果你英语水平不好 也许你就没办法通过大学英语的四六级考试 进而影响你毕业之后找工作的职制 如果你英语水平不好 即使你专业课程再好 你也没办法通过那些托福雅思GRE等一系列欧美国家高等院校设置的入学考试 进而失去出国深造的机会 或者是说你的专业成绩很好 可以升起那些欧美国家的名校 但是由于你的英语水平没那么好 也许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选择一般的高等院校了 还有一点就是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 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撼动的事实 就以我们生活在欧洲的感受为例吧 这边每个国家国土面积都很小 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所以不同的国家需要频繁的互相来往 他们在互相交往的过程中就必须要使用英语 所以生活在这边你就会发现 上到企业的公司老板 下到餐厅的服务员 他们都是绕不开说英语 运用英语这个必要性的 再例如我们生活的国家葡萄牙 在外语教育方面就遵守了欧盟制定的规则 即通过专门的教育和职业培训计划 促使外语的教学和每个公民的流动性 外语能力被视为所有欧盟公民 为了提高其教育和就业机会 而必须获得的基本技能之一 所以在葡萄牙 学生们被强制要求至少学习两门外语 其中英语作为主要课程 强制要求从三年级一直学到九年级 那结果就是你会发现葡萄牙人的英语水平 比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好很多 尤其是在首都里士本和南部的阿尔加维旅游区 但最让我震惊的还是选煤厂里面 那些四五十岁的工人大叔居然也能说英语 那么既然英语的国际地位那么的高 如果我们国家又将英语裸出了主科地位的话 那么在学校里面就无法用公共资源学习那么多英语知识了 那么那些有经济条件觉得英语重要 想要孩子熟练掌握这门语言技能的家长 就会不惜花大价钱 在校外为自己的孩子创造学习英语的机会 送他们去各类英语补习班 然后花大价钱请外教来帮助他们的孩子学习英语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真的这一天来到了 那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的孩子又应该怎么办呢 学校不再把英语当成主科来投入教育资源和分配课时了 校外的补习班呢又上不起 那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穷人家的小孩 眼睁睁地看着有钱人家的小孩 熟练地掌握了一门语言技能 而自己连学习自门语言技能年价的公共资源都不如以前那么多了 这个呢就好比高考 很多人说高考体制不好 是硬式教育填鸭式教育 扼杀了大家的学习热情 但是你想要对于那种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来说 可能真的只有高考是改变他命运的一个机会 如果连高考都没有的话 他真的就跟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啊 或者是那种中产阶级的家的孩子 根本就无法站在同一个游乐场里面游玩或者是竞争 这位政权委员的建议啊 看似在于国家的教育资源着想 不希望国家将大量的教育资源投入到英语教学之中 但是啊只要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这个地位没有改变 那不是说你个人觉得没有必要投入那么多教育资源 就真的没有必要的 也不是说哪个国家他觉得没有必要 这个事实就能改变的 如果在公立教育中说解了英语教学所投入资源的比重 我觉得会进一步导致教育资源的风化 搞不好最终的结果就是只有那些家里经济条件还不错的孩子 才能掌握英语运用的能力 只有他们才能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 更广阔的知识讯息 以及更多的人生选择机会 进而导致阶级疯狂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是Karina 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很快再见了 拜拜